你好,欢迎参加今次关于苏格兰技能发展局的课程。 苏格兰技能发展局是提供技能和职业服务的机构。 在今次课程中,你将会了解苏格兰技能发展局的优惠服务 以及它能够帮助你的地方。 苏格兰技能发展局也都称为SDS, 支持个人培养职业管理、工作维本和就业的技能。 我们在学校、中心和其他社区环境以及网络上 为个人和团体提供苏格兰的职业服务。 我们的服务,无论你的年龄或者情况, 都会免费提供给所有居住在苏格兰的人。 本课程将会解释苏格兰技能发展局如何支援你的职业生涯。 你会了解如何透过电话和网上方式获得我们中心的支援。 我们还会教你如何免费获取全益服务, 透过英语非母语人士的英语科程,ESOL, 获得英语技能方面的支援。 尋找其他可以帮助你的组织。 SDS透过提供苏格兰的职业服务 来支援所有年龄层的人。 我们自在确保每一个人都有技能和自信, 能够获得适合他们的学习或者工作机会, 并且充分发挥他们的潜能。 我们的SDS职业顾问是具有专业资格的专家。 他们可以透过多种方式为你提供支援。 我们支持你发展职业本理技能, 帮助你在现在和将来做出良好的职业抉择。 我们为你寻找工作提供支援, 包括可以在哪里找到适合你的工作的资讯, 以吻合你选择的工作机会。 我们会就如何建立履历或者改进现有履历提供建议。 请注意,我们不会帮你写履历, 但可以在有需要的时候帮你找到那些可以帮助你的其他组织。 我们还有很多关于如何准备工作面试的资讯。 你可以在网上查阅这些信息, 或者找我们的顾问帮忙。 我们可以就学习和培训机会提供建议, 包括如何提高你的英语技能, 假如你有需要的话。 此外,SDS和一系列的相关组织合作, 以便我们可以根据你的需要提供其他支援。 你可以就任何培训或者学习方面你需要帮助的事项 向SDS顾问咨询。 学习可以在网上,学院或者大学, 又或者透过培训机构或者在工作中完成。 如果想了解更多信息, 请访问我们的培训和学习指南 www.myworldofwork.co.uk slashlearn-and-train 你可以在www.apprenticeship.scot上面尋找现代学徒职决, modernapprenticeship。 自愿工作是获得技能、经验和培训, 以及结识新朋友的好方法。 你可以在www.volunteer.scot上面尋找自愿工作机会。 我们无法保证提供资金, 但是你的SDS顾问能够为你解释可提供选择的选项。 了解Sugaland学生奖学金机构SAAS的现代学徒制 和高等教育学费的现状会对你有所帮助。 有关MAS的重要信息。 这个信息适用于持有包含不得求助于公共资金条件的签证的在影人士, 以及其获得MA的资价。 截至记录之日,2023年8月, 被视为用于移民目的的公共资金的福利清单 不包括和MA相关的任何资金。 因此,目前持有包含不得求助于公共资金条件的签证的在影人士, 可能有资价获取MA, 但需满足MA的所有其他资价标准。 这个帐包括要求在学徒期开始之日时, 个人签证上剩余的停留时间足以完成学徒期。 监于这个要求, 以及容许和排除的福利清单可能会发生变化, 我们将会根据具体情况考虑资价。 苏格拉免费高等教育支援的相关重要信息。 由2023年至2024年学年开始, 所有符合以下标准的学生 将会有资价获得持续教育 和高等教育的家庭费用和学生经济支持。 1. 是相关日之前在英国已通常居住了三年。 2. 是相关日期时, 通常居住在苏格兰以及。 3. 获得进入或者留在英国的许可, 且该许可尚未过期。 由于BNO签证将会被视为进入或者留在英国的一种许可形式。 持有该签证的学生如果满足其余标准, 将会有资价获得支持。 请注意, 相关日期将会基于你的课程预计开始的日期。 请查看SAAS网站以获取更多信息。 我们在苏格兰每个地方当局区域都有一个SDS中心网络, 供所有年龄层的人参观。 我们的专家顾问会随时为处于职业生涯不同阶段的人提供帮助。 你可以使用www.myworldofwork.co.uk/.centred/.上面的寻找中心工具 或者拨打SDS求助专线0800-917-8000来寻找当地的中心。 SDS有一个职业网站www.myworldofwork.co.uk 其中涵括一系列主题包括如何研究你的事业选择, 制作履历并且准备面试,辨认你的机能和强康, 尋找工作及学习机会。 里面有影片和附加资讯的连接,支援你的职业生涯。 我们建议你在网站上注册,以便充分利用网站上提供的资讯和工具。 我们的求助专线营业时间为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 请致电0800-917-8000和SDS顾问交谈。 他们可以回答你可能遇到的任何问题, 并且提供有关后续步骤的建议和指导,以帮助你做出决定。 如果你希望亲自和顾问交谈, 我们的求助专线工作人员也可以为你提供有关当地SDS中心的资讯。 正如前面所述,职业指导面试可以帮助你做出最适合你的职业选择, 辨认所需的技能和资格,并且规划你的下一步。 如果有需要,我们可以免费安排全益院, 帮助你充分利用SDS职业顾问的一对一会面。 全益服务的等待时间可能会根据需求而有所不同。 我们会在你要求一对一服务的时候告诉你。 SDS可以对你的现有资价进行教育咨询和学分转换资讯服务, ECC-TIS比较, 而了解它们和苏格兰的资价的匹配程度。 这项免费服务为你提供有关学历匹配的口头声明。 如果你需要书面声明, ECC-TIS将会为此收取服务费用。 若有需要,我们还可以提供有关获取当地ESOL 英语非母语人士的英语课程条款的建议, 以提高你的英语语言技能。 我们明白如果没有英语语言配分, 有些香港人可能会难以获得就业和使用重要服务的机会。 对于新来的BNO移民来说, 英语非母语人士的英语课程是提高英语技能 和融入苏格兰的重要途径。 在苏格兰, ESOL会为有需要的人免费提供? 那即是说, 如果你透过当地政府的社区学习和发展团体预定课程, 就无需支付ESOL的费用, 不过等候名单可能会很长。 ESOL通常在学校、大学和社区环境中进行, 但亦都可以在工作场所或者网上提供。 无论你是寻找适合工作场所的英语课程, 又或者你根本不会说英语, 你的当地政府都能够帮你找到适合你的ESOL课程。 请注意, 如果你选择参加私人提供的ESOL课程 或者是语言支援课程, 就需要自己付费。 除了苏格兰技能发展局SDS提供的服务之外, 苏格兰各地还有其他组织可以为你提供支援。 苏格兰学生奖学金机构SAAS 正如前面所说, SAAS提供有关苏格兰持续教育 和高等教育学生费用的信息。 香港欢迎中心, Hong Kong Welcome Hub, 这个网上资源 适用于抵达苏格兰的BNO移民, 该中心涵盖住屋、教育、就业、医疗保健等方面的要项。 在英香港人Hong Kongers in Britain, 他的主要目的是为前往或者抵达英国的香港人社区提供帮助、 建议和支援, 令到他们能够定居、融入英国社会 并且为英国社会做了贡献。 香港苏格兰人,The Hong Kong Scott, 是一个由香港领导的团体, 专门在苏格兰展开业务, 提供新闻和建议以及欢迎课程。 移民帮手,Migrant Help, 为在英国定居的香港BNO移民提供香港欢迎计划。 他们的专业团队提供专与就业能力的免费建议和支持, 自在为香港BNO移民提供教育、培训和就业机会, 帮助你和你的家属有自信并且能够准备好适应在英国的新生活。 同一阵线,为英国境内任何经历过种族主义 或者任何认识仇恨的东亚和东南亚人 提供全新的全英国支援和报告服务。 苏格兰政府。 它的网站上有大量的资讯, 包括针对已经获得新BNO签证的成年人和家属的指南, 让他们在苏格兰可以使用公共服务并且充分利用机会。 Bernardo Spohol热线, 适用于需要支援以适应英国生活的香港BNO身份持有者。 热线提供实用和在情感方面的支援。 地方当局。 提供当地就业支援。 以及其他地方当局的服务资讯。 以下是网站和求助热线的资讯。 你可以使用它们获得更多帮助。 我们希望今次科程有帮到你。 我们苏格兰技能发展局随时欢迎你, 帮助你找到适合你的服务。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并且致电0800-917-8000 和苏格兰技能发展局的顾问通电话 或者安排面对面会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